花莲县卫生局社区长者桌游PK赛 今年度首度分区举办 避免社区长者舟车劳顿 29号上午率先是由南区瑞税引南 四个乡镇各社区失智据点 还有长照站来进行PK赛 现场涌入上千人参加同台较进 不论是真竹奇王宝座 还是记忆力大考验 花莲县卫生局109年度社区长者桌游PK赛 今年上午率先从南区展开 直接每位参赛的社区长者保到未老 不仅是社区长辈也有规划祖孙 或孩童的桌游游戏 大人小孩一起同乐 喜欢玩这个游戏吗 喜欢 以前有玩过 那有没有保到未老还是很忘 还没忘记 打败对手怎么样 很轻松很轻松 花莲县卫生局借由各乡镇各长照 以及失职据点推广规划桌游课程 包括麻将跳棋象棋等等 希望透过桌游促成生活及情感上的交流 也可以帮助长者疏解情绪压力 广受偏乡社区部落长者的喜爱与肯定 那在失职据点 那它是所谓针对性的 所以它的专业性也非常的够 那在我们有个长者 他原本是颅内出血造成的失职 那经过我们的努力 一系列的课程的安排 他从没有表情变成有欢笑 从不跟人家沟通 开始跟人家与人交谈 甚至有服侍教会 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大的改变 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卫生局统计 花莲县初估有将近4000位失职长辈 有90%在社区中有家人照顾 配合卫生福利部长照政策 以在花莲县境内部件失职证 等各相关照护服务据点 提供一条龙确诊及专属各管师服务 让长者上学去 借此来减轻家属照顾压力 今天这样一个长者桌游PK赛 虽然只是一个桌游赛 但事实上其中包含了很多 我们的一些长者的服务工作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也会 卫生局会持续的努力 把这样的活动持续的办下去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老大人 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光年南北地形狭长 为了避免社区老人长辈走成劳顿 县卫生局今年首度分区来办理 南区赛况热烈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